M-Style 在大環境裡面呢 通常有一種現象會傷害你 傷害到你連你自己都不知道 那就是紫外線 很多人都說這個紫外線啊 我對它的認識呢 只是會傷害到我們的皮膚啊 我們的肌膚啊 但是我告訴你 我們的髮質跟頭皮 也會因為它而受損 那也有人說 哎呀無所謂的啦 反正我工作是在office裡面 有冷氣 呃那個紫外線 不會透過玻璃來傷害我的 如果你是這樣講的話 我跟你講 那你就錯了 所以今天呢 我要告訴大家的就是 隔熱膜 其實對我們來講 是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呢 我們非常開心呢 能夠請到一個小嫩肉 不是啊 一塊乳肉 來介紹這個隔熱膜 讓我們認識一下 請 我覺得呢 室內的隔熱膜呢 在市場上有很多 用cool and light的隔熱膜 是最理想過的 我給大家做個示範 這個儀器呢 有兩個格子 這個溫度 是現在室內的溫度 大概25度之間 我現在給大家做個示範 在cool and light 有很多等級的隔熱膜 我用最高等級的那一個 一個有放一個沒有放 那我現在做個示範 這個呢就是紙外線 就從太陽射進來你的家裡面的 或者是室內裡面的東西 所以現在非常非常的熱 你可以看到這個溫度呢 是沒有隔熱膜的一直在往上爬 這個溫度呢 一直還在保持 或者是在上一點點 所以這個是有差別的東西 你看很明顯的 沒有放隔熱膜的 現在溫度大概40多度 有放隔熱膜的 現在溫度大概是29度 所以啊 有放隔熱膜 又可以省錢省電 房子外線 所以說 不管你是在office 或者是你的房子 剛好是潮溪的 啊 有溫照 你就要小心了 我很喜歡 剛才那位乳肉講的話 省錢 省電 房子外線 嗯?